三截翅被竹签撐开拉得超挺直 不用腌料撒点中药材跟香料调和的蜜质胶盐 直上好开 烧烤料理唯一的名火是用来热炉 鸡翅用红外线热辐射探照比预期的快很多 鸡皮慢慢变硬脆 鸡油渗出 看起来有细微的嗶嗶嗶嗶油炸感 美食跟热能交付作用 生鲜肉食竟然可以浇脆到拍打 肥溅出肉汁 其实如果说以肉类的话 而且有带皮的肉类 没有吃过的一些客人 一开始会认为是炸过的 那就是因为我们烤的方式 去呈现外酥内软 那完全是没有去经过油炸之后再上烤台 眼尖为凭 皮崩脆 肉软滑 烤出炸物口感 这肯定要拿更厚一点的皮肉来试试 烧烤五花肉不事前腌制不刷烧烤酱 只吃原味 看原色肉块在烤台加热熟化 这过程好疗愈 因为食材的不同 肉海鲜跟蔬菜它的熟成度会不同 所以因为我们的上火烤台 它可以去调整它的上下 包含它的温度 因为你离火源越近的话温度越高 而且它烤的熟成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 对 而且它的技巧其实 因为上火的烤台有个优点 就是说食材在熟成或者是要焦之前 我们都可以从肉眼表面看得到 所以会预防到食材去烤焦的部分 烧烤最美味环节就是看着肉汁胜出 粉嫩色的肉质渐渐转红 尤其是自带厚油层的五花肉烤出一片油光 皮肉表层的高温烘出金黄色泽 我们的烧烤其实跟一般的日式串烧 跟酱烧完全不一样 而且食材均没有经过腌制 而且也少了一些烫火的焦烫味 主要是靠上火的烤台 远红外线的热辐射让食材去熟成 而且我们的食材完全是吃原味 没有添加太多的调味料 斜面片切油量可口 没有传统炭香却多了份健康 摊炼美食更多了正当性 能让烧烤跳脱传统方向 老板庄博伟过去其实是职业军人 甚至当道化官接的士官长 代谢君职后决定转头餐一夜 学习料理一切从头开始 看自己心态怎么调整 毕竟一开始也不是士官长 也是从一般的士官一直晋升的 所以被浓虐的那个过程都已经很习惯了 所以被社会挪虐也觉得有点麻痹 退役后的他正值壮年 做什么都穷尽十足 只花了短短七天就成为考台师傅 33岁那时候学做菜 其实一开始是先以考的为主 然后学了大概一个礼拜 就自己出来创业 我一开始创业那时候室内瓶素材不到五瓶 然后包含身材器具跟桌椅的话 就是快几乎把里面的室内都占满 所以我一开始的营运方式就像有点像路边 基本上就算路边摊 就是从四桌桌子开始一直延伸到十桌 从烧烤开始做起 即便生意很不错 但庄伯伟还是不满意 他认为在北港卖吃的一定要接地气 热炒算得上餐一届的台湾价值 他不犹豫迅速跟进 把嫩豆腐炸到金黄 接着炒咸蛋黄 小火炒到冒泡 金黄豆腐加入果腹咸味 这道料理简洁有力 最后撒点糖粒 让你吃过口齿留香 鱼韵留存 北港有烧烤的店面我是第一家 那基本上以前都是以路边摊的形态 就像夜市那种 那一开始我会创意就是想说 因为北港没有这个东西 而且我本身是在地的子弟 所以我觉得在北港的生态 我很了解 他毅然决然用这种方式下去做经营 我这边可以自诩一类 所以有点像北港的生夜食堂 城樸的北港小镇 多数店家关门的早 庄伯伟逆势开玩场 让不眠的胃有了去处 集结各路美味 庄伯伟进得了厨房 也出得了外场 擅长跟客人交际 是军事铁鞋洗练后的性格展现 也因为他的海派招呼 让小镇深夜时刻 心暖度饱足 我们下集完 广告 大戏 前面 另外 这边